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动作片急促备战 影片开场 职业杀手西里叔带着自己的狗正在街道上狂奔 距离追杀令生效时间越来越近 西里叔如果不能在这之前找个安全的地儿躲起来 就极有可能横尸街头啊 1400万美元的赏金 所有的杀手是热血沸腾眼睛都红 西里叔委托出车车司机把自己的狗送到大陆酒店 他则来到了纽约公共图书馆 此时距追杀令生效时间只剩20分钟 西里叔来图书馆的目的 是要找一本1864年版的俄罗斯民间童话 他找这本书不是为了陶冶青涛 而是这本书里面藏着一些他需要的东西 西里叔刚把东西装兜里杀手傻大个就出现了 虽然距追杀令生效时间还未到 但傻大个为了巨额的奖金突然就出手了 可这哥们显然低估了西里叔的实力 几个回合之后 西里叔一找老汉水船就把傻大个送进鬼门关了 被傻大个扎伤的西里叔利用最后的五分钟时间 跑到了医生李大爷的镇所 要说李大爷的真相活是确实不错 不过逢到一半的时候追杀令开始生效了 李大爷说按照规定 必须停止对你的所有服务 所以剩下这一半只能你自己逢了 西里叔逢完伤口之后 李大爷说他们肯定怀疑我在追杀令生效之后 给你帮忙了 所以你必须给我来一枪 不然我说不清楚 西里叔开了一枪之后 这李大爷觉得不过瘾 又让西里叔给自己来了一枪 虽然老爷子身负重伤 但这套命算是保住 西里叔刚从李大爷家出来 就遭到了杀手们的追杀 接下来是西里叔跟一帮龙套的肉货债 这西里叔瞬间就变成了小里配刀了 刀刀都往死里削了 杀了这帮人之后 西里叔刚走到大街上 就又被杀手们一发现了 紧接着又是一场动作戏 西里叔跟龙套们一静一动 配合的是天一无分 在马就里打完之后 西里叔骑着马来到大街上 和杀手们展开追逐 脱身之后 西里叔拿着信物 来到了俄罗斯黑帮的大北洋 找黑帮老大张大妈求助 张大妈说 咱这个帮派也得听理事会的 你这个笨蛋 来这儿就等于给我送盒饭了 理事会一旦知道了 我分分钟就的交参票 西里叔说 我出生在白俄罗斯 是你的族人 你可不能不管我 张大妈说 你捅这么大的娄子 难道就喂了一条狗 西里叔说 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 西里叔来找张大妈的目的 是希望张大妈能帮助他 前往卡萨布兰卡 在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之后 张大妈派人把西里叔 送往了摩洛哥 由于酒店经理大老王 寻思舞弊 给了西里叔 一个小时的逃命时间 因此令理事会非常恼火 最派审判官高棱姐 前往大陆酒店 宣布解除大老王的职务 并监督追查西里叔的情况 跟大老王聊完之后 高棱姐又找到了 丐帮帮助牙凤叔 由于牙凤叔 曾给过西里叔一把枪 因此在理事会看来 牙凤叔就是西里叔的帮凶了 高棱姐说 我给你七天的时间 收拾你的烂摊子 七天之后你必须得退位 牙凤叔一听就笑了 说大妹子你可别闹了 想让我退位门都没有 高棱姐说 甭看你现在笑的换 迟早让你拉清单 西里叔来到卡萨布兰卡之后 很快便找到了 摩洛哥大陆酒店的 负责人姜尤姐 西里叔多年前 曾救过姜尤姐的女儿 这可是一个大人情 西里叔这次来的目的 是希望姜尤姐 能带着她去跟龙套书建议 酱友姐说 你现在可是被追杀的对象 我要是带你去的 就等于违反了 李世卫的规定 到时候不仅你美好 我也跑不了 西里叔说 资钥匙你帮了我这个忙 今后咱俩是各不相欠 我再也不会给你添麻烦 为了能让李世卫的决定 顺利执行 高棱姐找到了 日本杀手大图瓢 这个大图瓢和他的手下 表面上是卖寿司成为片的 其实却是杀手机一流的高手 转过摊 高棱姐带着大图瓢等人 来到了俄罗斯黑帮 张大麻的火调 由于张大麻帮助 西里叔去了卡萨布兰卡 因此高棱姐代表李世卫 把张大麻给处决了 酱友姐收拾好之后 带着两条狗和西里叔 一起去见自己曾经的 顶头上司龙套叔 西里叔来见龙套叔的目的 是希望龙套叔 能把自己引荐给 犯罪集团的长老 请求长老能够设备自己 这个长老是犯罪集团的老大 权力至高无上 连李世卫的那帮人 都在听他的 龙套叔说 长老可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到 他整天在沙漠里下溜的 神出鬼目的 比狐狸还叫滑 本来双方谈谈还算愉快 可龙套叔脑子一抽风 非让江老游姐 把其中的一条狗送给他 那江老游姐能答应 龙套叔一看江老游姐不同意 于是便开枪把狗给毙了 哎呀 又是一条狗引发的血癌 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西里叔和江老游姐 双剑合比配合 这相当的默契 经过一场混战 两人顺利的逃了出去 江老游姐开着车 把西里叔扔到沙漠里之后 头也不开的走了 茫茫沙漠一眼望不到头 西里叔手里 除了有一口江老游姐的出口水 身上啥话也没有 收拾完张的嘛 高棱姐带着大秃瓢等人 又来到了牙凤叔的老巢 要说这几位做寿司的 可真有两下 把牙凤叔的手下 七里咔嚓全给啥 此时的牙凤叔 不吵不闹也不笑 高棱姐说 你给了西里叔七颗子弹 那么我就砍你七刀 不过你不用怕 这里除了基努李维斯 就除你的腕最大 所以你死不了 西里叔在沙漠里 瞎溜达了一会儿之后 最终因体力不知 昏死了过去 不过幸运的是 西里叔很快便被 那位神出鬼谋的长老给救 长老说你想活下去也行 但你得干掉独知的大老王 而且从此之后 你必须发誓效忠李世卫 西里叔接受了长老的条件 并且在长老的要求下 还切掉了自己的无名指 以示中长 西里叔回来的消息 很快便在夜内传开 由于在西里叔干掉大老王之前 对他的追杀令依然有效 因此杀手们从他一下火车 就开始对他围追堵截了 西里叔好不容易 跑到大陆酒店的门口 还没等进门呢 就被寿司杀手大秃嫖被追上 幸亏前台的鲁在书及时出现 西里叔才保留了一套命 这个大秃嫖一直视西里叔 为自己的偶像 但他又不服气 总想找机会 跟西里叔比划两项 西里叔提着枪来见大老王 大老王说 我知道你是来杀我 你如果想好了就开枪 忧郁叔正犹豫的时候 高棱姐踩着高跟鞋出现 高棱姐说 你决定退位了吗 大老王说我不退 高棱姐又问西里叔 打不打算干掉大老王 对于西里叔来说 大老王就是自己的 重生父母在造天假 他要是杀了大老王 那他就真成了 如假包困的白二郎 高棱姐一看这情况 于是便下令解除了 大陆酒店不许杀人的精灵 高棱姐说 由于你们俩不乖 因此李叔会决定 要了你们的命 杀你们的人马上就到 等着交换票 既然要决一死战 那必须得有应手的家伙 大老王打开密室 把自己这些年 收藏的武器全拿出来 很快李世慧派遣的精英 坐着两辆打客车 来到了大火酒店 打算让大老王和西里叔 一起领二伴 接下来就是一场 无言仗气的混战 由于没什么新鲜玩 这个过程就不多介绍 总之打到最后 就剩下西里叔 和几个寿司杀手 西里叔干掉几个打酱油的 最后跟大兔嫖 来了一场巅峰对决 刚开始大兔嫖 确实占了不少便宜 可无奈西里叔 有男一号的光环照 大兔嫖只好不情愿的死 高棱姐一看 这么多人都打不过 于是只好跟大老王讲和 大老王一听的是 郑重下怀 影片的最后 为了取得高棱姐的信任 大老王和西里叔 演了一场戏 西里叔假装被大老王给毙 可高棱姐也不傻 她总觉得哪不对劲 她走到西里叔 掉下去的那条路上 一看呢 发现西里叔已经不见了 高棱姐说 你必须把西里叔给我找到 活要见人死要见识 那么受了重伤的西里叔 到底去哪了 原来是被丐帮帮主 牙凤叔给捡走了 牙凤叔虽然挨了 其道破了巷 但这条命却保住 现在的情况是 牙凤叔和西里叔 都和李世慧 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看他俩那意思 估计下一步 要收拾李世慧那帮孙子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汤吃一下 做事必须留一线 别把后路给掐断 赶尽杀绝下死手 将来也得了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